论拜祖先 一般人都误认信耶稣是不孝的 因为信耶稣的人不拜祖先 所以这座的问题 就真的有很多亲爱的朋友 心来的一个难得 祭祖的问题就成为亲爱的朋友们中 一个非常为难的问题 进入福音的一个祖爱 进入福音这个道门的一个阻碍 很多亲爱的朋友虽然对基督教的信仰 有很好的一个感觉 很有好感 许多朋友对我们基督教有非常好感 但是却不忍心停止祭祖 却不忍心停止祭祖 所以就不敢来信耶稣 就不敢来信耶稣 信耶稣的人不在拜祖先 信耶稣不拜祖先 那真的像无故传好多 难道就不顾全孝道吗 无心中对我吗 不慎中追缘吗 他们要用每一段时间 针对这个问题来给祖先做探讨 今晚用短短的时间 与大家探讨这个问题 我用三方面来做探讨 用三个方面来探讨 第一方面来探讨说 为什么要拜祖先 探讨说为何要来拜祖先 第二个探讨 我们来探讨说祖先在祖先 第二个探讨是祖先在哪里 第三个探讨方向是 认主归宗敬拜天父 我们来说第一点 我们来谈第一点 为什么要拜祖先 为什么要拜祖先 民间製作一般来说 民间製作一般来说 有四种意义 有四种意义 第一种意义 第一种意义 生命性的意义 生命性的意义 认为说製作有原色 祖先生生命的上帝 认为祭祖有延续生命的一种象征 担生跟祖先生命的一个连结 达成与祖先生命连结的意义 香火可以带带相传 香火能带带相传 所以咱俗先说 不能断香火 所以说不能断了香火 去新耶稣就没有人可以蓬斗了 去新耶稣就没有人可以蓬斗了 这世命就没有练续下去了 生命就不能延续下去 所以祭祖有世命性的意义 祭祖有生命性的意义 第二个意义 第二个意义 文化性的意义 文化性的意义 祭祖也是有传统儒家的一个好道 祭祖有一个传统儒家的孝道 所为的这个生属之以礼 所谓生 世之以礼 世仲之以礼 世仲之以礼 世之以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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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祭之以礼 他就这样说 就这样说 心中对我 圣中追远 民得归后仪 民得归后仪 就是说祭祖是我们中国 美好的传统文化 祭祖是我们中国非常美好的传统文化 一直标榜 是我们一直标榜的 这些好的文化 不能够回去 这么好的文化不能断绝 一直要代代相传 一定要代代相传 所以俗之以礼 所以俗之以礼 这样说 说旧礼不能断 心礼不能断 旧礼不能断 心力不能断 旧礼不能断 这么好的传统 怎么能灭绝呢 要把它发扬光大 所以祭祖有文化性的意义 祭祖有文化性的意义 第三个意义 祭祖有家属性的意义 祭祖有家属性的意义 祭祖有很重要的家庭家庭的观念 祭祖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家庭的观念 能促进孝代驾孙的团结 能促进后代子孙的团结 行政华祖的一个中亲 形成一个互助的中亲 而且对本家本族 有一个真倾的任务感和向心力 对本家本族有一个认同感还有向心力 用的借助来团结中亲 用祭祖来团结中亲 来维护中亲 来维护中亲 所以我们看很多地方 特别是庄家庭的地方 有许多地方相似乡下的地方 都有家属、中亲庙 有家属、中亲庙 有家属、中亲庙 比如小弟所住的大林郑的内林那里 像小弟住的大林郑的内林那里 那里有一个庄的中亲庙 就有一个检式中亲庙 每一年都有一天 所有的中亲都到家庭 都回来敬拜了 每一年某一天就有许多的中亲 都回来祭拜 人山人海 人山人海 所以祭祖有家属性的意义 祭祖有家属性的意义 第四个意义 祭祖有宗教性的意义 祭祖有宗教性的意义 祭祖的行为 祭祖的行为 也有真强烈的亡灵祭拜 也有非常强烈的亡灵祭拜 因为人很怕祖先沦为妖鬼孤魂 怕祖先沦为恶鬼 孤魂恶鬼 会影响家庭、家庭的平安 会影响家道、家庭平安 因此非拜祖先不可 因此非拜祖先不可 最初我们所说的这四种意义 從刚才所谈到的四个意义 你看台湾同胞在这个地方 我们看到台湾同胞在记住 不但有使命感 不但有使命感 有责任感 甚至有真強的凶器感 更加有強烈的恐懼感 所以他们不敢不拜祖先 所以他们不能不拜祖先 因为也很怕自己死后没人祭拜 也怕自己死后没人祭拜 所以就说有祖先心理重结 就祖先的心理重结 心理重结 是有许多结纠结在一起的 所以不敢不拜祖先 所以不敢不拜祖先 因为也怕自己死后没人祭拜 也怕自己死后没有人祭拜 我们肯定前三项的意义 我们肯定前三项的意义 生命性的意义 文化性的意义 家族性的意义 生命性的意义 家族性的意义 但是我们绝对没人认识 这个宗教性的意义 我们却不能认同宗教性的意义 将祖先动作梦灵来祭拜 将祖先当作亡灵来祭拜 前三项的意义 前三项的意义 生命性的意义 文化性的意义 文化性的意义 家族性的意义 家族性的意义 不一定要透过祭祖这种行为才能表达的 不一定要透过祭拜才能来表达 其实用很多其他方法也可以来表达这种意义 可以用许多方法来表达这样的意义 仲官今天我们台湾同胞在制作 仲官我们台湾同胞现在在祭祖 平心理论 平心而论 为自己所想的先论 成分 万万超过为祖先设想的成分 远远超过为祖先设想的成分 因为很多人在制作的原因是什么 许多人祭祖的原因是什么 第一个原因 怕被上不孝之名 不祭祖就不好啊 不祭祖就不孝了 生前好境不孺 方向不孺 照顾不孺 都一笔勾销吗 生前奉养父母 孝顺父母 都一笔勾销了吗 所以这顶帽子太大顶了 这顶帽子非常的大 不祭祖就是不好 没有祭祖就不孝 所以这顶帽子没有人戴得住呢 这顶帽子没有人戴得住 所以今天背中不好之名 怕被上不孝之名 第二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 怕祖先来召叉 怕祖先来打扰 我如果这座没拜 三两天祖先就回来说 我不祭祖我 我祭祖的话 三两天祖先就回来 向我们讨东西吃 所以今天祖先都回来召叭叉 怕祖先回来打扰我们 所以不敢不拜祖先 所以不敢不拜祖先 第三个原因 第三个原因 就是哦 我们也说套过祭祖来救祖先来保佑 希望透过祭祖来祖先来保佑 希望透过祭祖来祖先来保佑我们 那我们想想看 我们想想看 如果因为这三个原因才来祭祖 若是这三个原因来祭祖 这样能称得上是孝道吗 这样能称得上是孝道吗 哈 就是你骗不敢拜 所以我们说理事不好 所以不得不拜 怕别人说你不孝 所以不得不拜 那你高兴你就有这个行为没有这个心吗 你只有行为却没有这个心意 是做给别人看的 没有那个心意 没有那个心意 所以真正说祖先 如果真正要过去知道 若是祖先真的知道 他真的会高兴吗 不是啊 你不是真正要跟我借拜 你是要做方看的 你不是要真的祭拜 我只是要做给别人看 你是要赞一个好名说你是浩祖 你只是要得个孝子的名义 第二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 哈 你就是怕我赌头给你吵 原来你怕我回去打扰你 我对待你要照顾你 对待你就不符 我又要赌头给你吵 我这样对待你照顾你都来不及 你怎么会打扰你们 老公都是大人 阿公阿嬷会去找 自己怕你 孙子会麻烦 外公外婆怎么会去 找自己的子孙的麻烦呢 好啊 你跟上公外都给你们交叉 你怎么会怕我回去打扰你们 第三个原因 第三个原因 哦 原来就是哦 哦 你就是 你问我我给你保庇啦 给你祝福啦 希望我保佑你 祝福你 好啊 你跟上公外 因为这三个原因来接受 这样才能成为这三个原因来记住 能撑着丧事孝道吗 哦 哦 福康哦 真的哦 很多哦 这个做人记录的 有许多为人子女的 生前哦 不一定 好境父母呢 生前不一定孝顺父母 哦 这样 遗弃父母哦 这样武力父母 遗弃父母 无辱父母 所以哦 很多人哦 在孤单老人 现在有许多的 独居老人 人來做公園 都不孝孫 都不孝孫 女兒子 就好像沒有子孫兒女來照顧他一樣 是孤單一個人而已 就是自己孤單一個人 但是死後我發覺說 他的兒女這麼多 時候他的兒女就有出現了 大家都很好過 每個人都非常的富裕 生前沒你奉養父母 生前沒有奉養父母 沒有你照顧父母 沒有照顧父母 但是死後大家回來 三千要拜 時候大家回來就爭著也要祭拜 頂禮貴拜 頂禮貴拜 禮無休家 禮玉有佳 平常生前對父母講話很難慶祝 生前對父母講話非常大聲 都沒有你照顧問的 也沒有在打招呼 不要說弘揚 不要說奉養 但是死後我真有禮貌 時候就非常有禮貌 又龜又半又爬 奇怪但生前沒有這麼好 生前怎麼沒有這麼好 甚至為了自己的利益 為了自己的利益 聽到現在中間 我晚上請地理生怎麼來 兄弟姐妹之間 自己請了孕禮師來 說要怎麼做 對我比較有利 要怎麼樣的帳法對自己有利 這個地理對我大房比較有利 這個地理對我大房有利 二房就說話沒有 這對我沒有利 所以要安安 總在這邊 二房就有話說說 要葬在那邊才行 要葬一個地方 要葬在這邊 甚至花大錢來 向葬父母 花大錢來厚葬父母 但是生前 在葬父那晚的時候 一千錢就沒有管理 父母在世的時候 連一毛錢都不肯花 不是我一個人而已 父母又不是我一個人的 所以大家互相計較 大家互相的計較 大家都不願花錢 大家都不願花錢 但是死後 關柴都要用多好 石後棺材要用多好的木材 這個斎公都要請 多大錢 這 甚至喔 不是只做頭七而已 不只是頭七而已 要做頭七 二七三七七七一 做到百年 就一直做 做到一百天以後 這個錢都感到 這些錢都肯花 但是別母生前 還在那時 都不敢 父母生前的時候 都不願意花錢 我們俗語有這樣說 我們俗語有這樣說 生前沒有人 死後幾大天 死前沒人認 死後就一大堆的人來了 那我來想說 沒有人說這是我父母的 生前的時候 沒有人認 這是我父母 死後幾大天 死後竟然有一堆人來了 這俗語說的 不是我講的 這是俗語說的 這可見喔 這座 無形當中 誤到我們人 祭祖在無形當中 誤打了我們 祭祭 只在於對於離世祖先的祭拜 只在於對於離世祖先的祭拜 極力了 挖到別母的弘揚 卻忘了活著父母的奉養 其實這已經偏離了後 好多的奔利了 這已經偏離了孝道的本意 孝敬開宗明義第一章這樣說 孝敬開宗明義第一章這樣說 孔子這樣說 孔子這樣說 身體發福受之別母 身體發福受之父母 不敢毀傷 不敢毀傷 好肌素養 孝之食言 立生行道 立身行道 孔子的弟子曾子也這樣說 他說大孝尊親 大孝尊親 其次不辱 其下能養 過去我們中國的祖先 过去我们中国的这些祖先 也没有强调说一定要祭祖有这种仪式 也没有强调说要祭祖的仪式 才是孝道 他们说了什么 应该好好照顾自己 要尊敬父母 要奉养父母 要立身行道 要立身行道 要光宗耀祖 这才是真的孝道 这种的看法跟基督教的看法是一样的 基督教是立行行道的宗教 这是圣经一个重要的教训 我们看圣经 出埃及记二十章十二十 出埃及记二十章十二十 圣经九十三 圣经九十三面 出埃及记二十章十二十 出埃及记二十章十二节 十二十 就是说人与神的关系 神伦就是人与神的关系 人伦就是说人与人的关系 人伦就是人与人的关系 人与人的关系第一条就说什么 人与人的关系第一条说什么 就是说要孝敬父母 人在生活当中最重要第一点 就是要孝敬父母 人的生活当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孝敬父母 这是圣经重要的一个教导 这是圣经重要的教导 这要说的白话一点是怎么说呢 如果做一个人含孝敬父母就要孝敬父母 这个不要做人了 一个人若不会孝敬父母也不要做人了 人与人的关系第一点就是要孝敬父母 人与人的关系第一点就是孝敬父母 所以基督教是立行孝敬父母 基督教是立行孝敬父母 基督教绝不是像一般人 无人就说基督教是不好的啦 不像别人误认说基督教是不孝的 肝敬父母是颠倒病的 其实是颠倒的 圣经教导我们要遇好别墓 圣经教导我们要孝敬父母 而且这是人与人关系最重要的 这是人与人关系最重要的 圣经还有很多地方 圣经还有许多地方有这样的教导 我们再参考一个地方 真言23章2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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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语圣经786页 旧约圣经786面 真言23章22节 真言23章22节 这边说到我们要孝敬父母 要如何孝敬父母 你说要听众父母就是优孝啦 要听众父母就是孝顺了 不只是听而已 还要从 而且还说了什么 父母年老了不可以妙事 父母年老了不可以藐视他 人老了以后 国众的技能都会退化 人老了以后身体各种机能都退化了 也比较重听 也都老花言 也都老花言 动作都缓慢了 不能因为我们现在所受的教育 不能因为我们现在所受的教育 比过期 比父母以前所受的教育还高 父母没念什么书 所以现在说到有的 就都 印嘴印字 都不尊重 别母 说个话 就一直顶嘴 也不尊重父母 有人这样说 有人就这样说了 说现在的孩子是一言九鼎 现在的小孩子是一言九鼎 听到一言九鼎 真好啊 一言九鼎 四马 一言 既出 四家买就败对了 就像一言四出 四马难追一样 就说说算话算话 就是说话算话 不是这样啦 其实不是这样 是说现在 别母说一句 小孩子顶嘴九句 现在父母说一句 小孩子就顶嘴九句 不是这样啦 不是这样子 我们同学怎么说了 我同学这样说呢 网络怎么说了 网络是怎么说的呢 所以 别母LKK 父母亲就是LKK的 老郭伴 就是老骨伴 现在什么时代 现在是什么时代 现在电柱时代 现在是电子时代 所以都这样 会这样描写别母 就藐视父母 没知识 没有知识 也不去看电视 也不去看电视 不看电视 也不去逛夜市 不看电视 也要去逛夜市 不逛夜市 明天上班去与女同事 不逛夜市 也要去与女同事 就是看亲父母 这样说 别母年老也不能描写 父母亲年老也不能藐视他 我们想说 过期的时候 我们小孩子 别母怎么告诉我们 这有耐性 我们父母小时候 怎么教导我们 是非常有耐性的 小孩子小时候喜欢问为什么 爸爸这为什么 爸爸这为什么 打破砂锅问到底 打破砂锅问到底 砂锅到底在哪里 问砂锅到底在哪里 爸爸妈妈 很耐性 这就是这样 就是因为这样 父母亲就非常有耐心的 回答他 为什么会这样 就一直问 就一直的问下去 老人家记忆比较差 就问我们 你刚才说了什么 我已经问第三遍 我跟你说第三遍 还记不住 我已经跟你说第三遍了 你还没有记住 昨天问今天也问 要出门了 要出门了 跟你说八点要出门 又在门 八点要出门 还在那边慢吞吞的 老人家动作本来就缓慢 这时候人就感到非常难过 圣经就是在告诉你这些 二十五节说到 要生你的别母欢喜 要生你的快乐 这就是孝顺 最大的孝顺就是让父母高兴 圣经有许多地方记载这样的孝道 时间关系我们不再翻了 这就是要证明说 圣经是ool教主要主重好主 证明圣经是教nos教道 我们要注重孝道的 所以基督徒 竟做孝道是什么 基督的进主之道 进主之道是什么 生前净效 生前净效 死后失严了 死后失念 尚 Glas Rain 술也这样说 生前跳剎过时 老人家或是申干凶 生前一颗豆 simply 生前一粒豆虽然很四粒 生前的一颗豆虽然非常小 但是白母吃得对 父母亲吃得到 死后这么多一粒很大粒在头 时候才寄得那么大一颗猪头 何益之友 何益之友 有啦 如果一处说我就得到好祝之名 我就得到孝子之名 但是对白母一点的益处就没有了 对父母一点益处都没有 所以 用生胜于祭祀 养生胜于祭祀 白母生前的弘扬 父母生前的奉养 拥过死后的祭拜 胜过死后的祭拜 所以基督教所提倡的是什么 基督教所推崇的是什么 敬佛校 敬佛校 不是敬死校 不是敬死校 白母生前好好的孝顺 父母生前好好的孝顺 白母日子以后好好的思念 父母亲离世之后好好的失念 敬佛校 敬佛校 我们要说第二点 说第二点 祖先在哪里 祭祖的观念 祭祖的观念 一种死人的世界 看出活人的世界 将死人的世界 看出活人的世界 活人世界的一个演续 活人世界的一个延续 所以这里说 死后的人 也是要吃喝玩乐 死后的人也是要吃喝玩乐 所以 就要满足他的需求 既然是如此 我们要祭祖以前 我们要祭祖之前 我们要调查清楚 我们要调查清楚 祖先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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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祖先在哪里都不知道 祖先在哪里也不知道 到底是在拜什么 到底在拜什么呢 一般来说 一般来说 台湾民间人为 人死了去什么地方 认为人死后去三个地方 第一个地方 第一个 第一个 第二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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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个 第三个 在神主牌里面 我们来说 第一个地方 人死后在 人死后在 阴间等候 等候家里的人超度 等候家里的人来超度他 然后转身轮回去了 然后就转身轮回去了 所以他在阴间这段时间 他在阴间这段时间 他的依实 依实 侏行欲落 他的依实 助乐 依行助行 依行助行 依乐 十依助行 欲乐 都借到 这个庸甲的 子孙 用的借命来允许 都借着阳间的子孙 来祭祀他 来供给他 所以要收 这个抓紙 要烧金钱 烧抓轎 要烧神车 烧这个 抓车 要烧紫车 现在时代进步了 现在时代进步了 人的观念也进步了 人的观念也进步了 现在不是烧抓紙而已 现在不是烧紫钱 我看到人烧紫信用卡 也有烧紫信用卡 又是白金无限卡 还是白金无限卡 没有额度的 没有额度的 你烧紫信用卡 你怎么烧这紫信用卡 就让他在阴间自由的刷卡就可以了 现在刷完账单再寄回来啊 刷完账单再寄回来 惊弹你不惊到 寄回来你就会吓到 还有看到人在烧紫大枸大 还有烧紫大枸大 最新的3G的 最新的是3G 还能夹上 还能团回来 还能拍照还能传回来 说话还能看到他的影像 讲话还能看到他的影像 你怎么烧这个紫大枸大 你怎么烧这紫手机 方便来联络啊 方便来联络啊 他打电话回来你敢接吗 那都我们人自己想的 那是我们人自己想的 我们来想看看 几点的问题 有几个问题我们来思考一下 祖先一直在阴间 祖先一直在阴间 都需要我们借名供应 都需要我们借名来供应他 这不是代表说 那我们所为所做的 这个超度法会公德都没效吗 我们为他做的超度法会 功德都没有效了 但是以后 这样做超度 做公德要做什么 时候做超度功德是做什么 就是要轮回去了 就是要轮回去了 奇怪 这样可见 我们方便去了 那超度法会都是假的 那个超度法会都是假的 那不卡度一直要製作 不用了 那为什么还要一直记住呢 这个问题有想过吗 这个问题有思考过吗 再来 奇怪 跟中国人的做生飼料要吃 只有中国人的祖先时候才要吃 美国人外国人 做生飼料也不在製作 外国人时候也没有在记住 我不要听一个人这样说 有个人这样说 就是中国人有你开火 因为我们中国人有在开火 所以美国人比较聪明 不然我给你搭火就好了 外国人比较聪明就搭火 那是这样吗 是这样吗 那我们再想法 我们再思考 我们製作今年这几遍 我们一年祭祖几次 我们一年祭祖几次 生日祭日过年过节 老实说 这支手都择不完 不要再择我这支手来 一只手都折不完了 那如果真的要吃 需要吃 如果真的需要吃 一年才拜几遍 一年才拜几次 历代历世的祖先到底有多少 历代祖先到底有多少 那有全部都拜到了吗 有全部都拜到了吗 像我看到阿公而已 我看到阿公而已 我看到阿公而已 我看到亚当 我看到我外公 我看到阿公就透透了 我做我就没看到了 我祖父我就没有看到了 所以一般人製作 多多製三四代而已 一般人祭祖只有祭三四代 还起来那里 再上来的呢 我问过一个阿伯 我问过一个老婆 年轻人不要计较那么多 有拜就好了 年轻人不要计较那么多 有拜就好 没有啦 既然要拜祖先 到底祖先是多少 既然要拜祖先 祖先有多少 他又拿去神主帽 我看 我过来 他拿神主牌翻过去给我看 年轻人的历代历世的祖先 就写着历代历世的祖先 我说阿伯到底是几代几世 到底是几代几世 有拜就好了啦 有拜就好 俗意这样说 俗语这样说 有拜就给你补 有拜就有保 有拜到的跟你保佑 有拜到就保佑你 那如果没有拜到给你祖 没有拜到就向你逃 那可见的 给你祖的很多 向你讨的非常的多 因为很多我们都没有拜到 很多我们没有拜到 我们能满足他们所有的需求 我们能满足他们所有的需求吗 我们能忍受他们的这个 来给你祖 我们能忍受他来向你讨吗 第二个所在说轮回去了 第二个是轮回 说有六道轮回 有六道轮回 天道 天道 阿修罗道 阿修罗道 人道 人道 政生道 畜生道 恶鬼道 地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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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教这样说 佛教这样说 政生道就有三十四亿 畜生道有三十四亿 我们现在全球人类多少 六十几亿 全球人类有六十几亿 我们借座用什么来借座 我们要拿什么来借座呢 用这个鸡 鸡鸡鸭这些畜类来祭祖 有许多人会轮回到畜生道 这样是不是用祖先来祭祖先呢 那不是很可怕吗 那不是很恐怖吗 那不是很恐怖吗 事实上 祭祖与轮回的观念是冲突的 祭祖与轮回的观念是冲突的 离世祖先 离世的祖先 如果真正是照到 我们的超度已经轮回去了 如果真的照我们所超度的 已经轮回去了 不用再做了 就不用祭祖了 第三个地方 第三个地方 说在神祖牌里面 祖先在神祖牌 在神祖牌里面 祭祖人公公众的神祖牌 看作是祖先的一个化身 祭祖的人常常把神祖牌 看作是祖先的化身 祖先就在神祖牌里面 祖先在神祖牌里面 神祖牌的祭拜的一个仪式 神祖牌的祭拜仪式 是对这个汉条到现在 最主要的一个制作的一个仪式 是从汉朝一直到今天 最主要的祭拜方式 这个秀汉书里面这样记载 后汉书里面这样记载 丁南笑颂COVID 丁南笑表烤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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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丁目胸 辞志如生 科目向四肢如生 丁南的故事有很多版本 丁南的故事有许多版本 有个说阿姨生是很幽默的 有个是说阿姨生前是一个牌子 有人说她是个孝子 也有人说她生前是个恶人 不管她的版本怎么说 不管她的版本如何说 总是 这次神祖牌的这个仪式 是对丁南那个时候开始的 祭拜神祖牌的仪式是从丁南开始的 这种的好心虽然是苦家 这样的孝心虽然可嘉 但是尊重的方法曲是错误的 尊重的方法却是错误的 但未告对我们的目的 达不到追缘的目的 甚至丁南的故事也入到24校里面 丁南故事也进到24校里面 但是这是24校里面为一个死校 这是24校里面唯一一个死校 南台中教会有一个姻兄弟 南台中教会有个阳弟兄 他是长大结婚后才信主的 他是长大结婚后才信主的 他这样做见证 他这样做见证 他说他这样的时候 常常看到他爸爸在拜祖先 神祖牌 他小时候常看到父亲在拜神祖牌 有时候非常虔诚 有时候非常虔诚 整个在念 跪在那边一直念 感谢祖先的保庇 看过 感谢祖先的保护 但是他说他看了很多遍 他看了很多遍 有时候他爸爸心情很坏 有时候他父亲心情不好 工作不顺利 事业不顺利 工作不顺利 事情不顺利 回来 你大天就只要神祖牌 开心灭 就手指着神祖牌 来这样开网 没猜每天我都给你收香 就枉费我天天烧香 没猜我过年过节都给你拜 枉费我过年过节都祭拜你 你都没有把我保庇 你都没有保佑我 让我的工作事业不能顺利 让我的工作事业不能顺利 愈眉愈大声 越骂越大声 走到前面拿起神祖牌摔到地上 摔破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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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破 你拜今天去祭拜 之前父亲非常虔诚的跪在前面 今天怎么这样子呢 他说两三天以后 两三天之后 他爸爸又买一个新的菜 在那里 又开始拜了 他爸爸又买一个新的 又放在那边开始祭拜 过不多久 又工作不顺利 又拿起来摔 之后工作不顺利又拿起来摔 摔摔又同样 又买一个新的回来拜 他说他以前 虽然那时候 那时候拜有意义 就觉得这样拜有意义吗 祖先真的在神祖牌里面吗 祖先 将神祖牌当作祖先来祭拜 将神祖牌当作祖先来祭拜 这也是跟轮回的观念冲突 这也是跟轮回的观念来冲突 既然祖先就轮回去了 依靠在神祖牌里面 祖先都已经轮回了 怎么会在神祖牌里面呢 到底祖先在哪里 到底祖先在哪里 其实我们生活 那个地位 其实就跟我们说 生活中的智慧就可以告诉我们 我们俗语这样说 我们俗语这样说 落业归根 落业归根 他又说 又说 生祭也 祭也 鬼也 死 鬼也 空主的学生问空主 死 人死了要对 孔子的学生问孔子说 死后往哪里去 孔子很老实 孔子很老实 就告诉他学生 就告诉他学生 不知生 焉之死 所以我们偷偷看 古代人生活的一个经验 一个地匪 古代人生活的一个经验和智慧 落业就归根 人死后 走去到他的根源 人死后 就回到他的根源了 生死了 生死在这个世间上寄居 生死在这个世间上寄居 死 鬼也 死 鬼也 死鬼也 就是鬼回回去了 就是鬼回回去了 这时候我们人 黏黏黏黏得歪削去 死也鬼也鬼也 死了变鬼 不是死鬼 是死也鬼也 就是死了鬼回了 就回到生命的根源 那个源头去了 现在说第三点 说第三点 人祖归宗 任主归宗 敬拜天佩 敬拜天父 中国人 传统的祭祖的目的 中国人祭祖的目的 就是圣宗追远 就是圣宗追远 以尊好道 以纯孝道 什么叫圣宗追远 圣宗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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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父母就是民宗 死亡 死亡 要有盛重的态度 要有慎重的态度 这就是慎重的意思 这就是慎重的意思 圣宗的意思 圣宗不能这样普通 勾求 那个拜天 圣宗不要铺张浪费 奖牌场 这就是圣宗的态度 圣宗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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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圣宗拜祖的事实发生 态度不能轻浮 为父母随便 要庄严 要庄严 要庄严敬重 要庄严 要庄严 要及其哀严 悲及哀隆 悲及哀隆 充分表达对父母的哀思 充分表达对父母的哀思 这是慎重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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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我呢 追远呢 就是对父母安葬以后 对父母安葬之后 继续无耻的思念 这是继续不断的思念 这就是庄严的意思 这就是追缘的意思 所以 庄严谨是什么呢 祭祖的 真谛 真谛是什么 就是强调不能忘本 就是强调不能忘本 这是对的 这是对的 人不能忘本 人不能忘本 所以继续也这么说 俗语这样说 饮水思缘 饮水思缘 吃果子拜柱头 吃果子拜柱头 礼祭里面也这么说 礼祭里面这样说 凡古复始 凡古复始 不忘其所生 不忘其所生 这都跟我们说 人不能忘本 就告诉我们 人不能忘本 你喝到这杯茶 你喝到这杯水 要思想说 水的源头在哪里 要思想水的源头在哪里 吃到这粒果子 吃到这个果子 这粒果子就来 吃粒果子要拜柱头 吃果子要拜柱头 就是 它的根源就是在那里 原来它的根源在那里 所以咯 祖宗 祖宗 这个祖的意思就是根源 祖宗的意思就是根源 祖宗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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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祖宗的根源到底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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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很简单 其实很简单 我们来叫一个小孩来问 我们找一个小孩来问 小朋友你从哪里来 小朋友你从哪里来 当然一开始他会说 我对我爸爸来 他会说 我从父母亲那里来的 你爸爸从哪里来 你父母亲从哪里来 他会给你看一下 这个负责的问题 这么简单问题你还问我 我爸爸由我阿公来 我父母亲从我爺爺哪里来的 你爺爺从哪里来的 你爺爺从哪里来的 他不会说 我爺爺是从猴子变来的 他不会说 我爺爺是从猴子变来的 他不会这样说 但是我们的教科書 我们人的祖先就是猴猴 教科書告诉我们 我们人类祖先是猴猴 既然是这样 如果是这样 要拜祖先 我们就拜高山猴 因为我们人的祖先就是高山 不是 我们拜祖先 就拜猴子就可以了 但是 我们绝对没要生人了 我们绝对不能承认 有一个学生 有一个学生 有一天 在校园看老师走过来 远远的看到老师走过来 就跟同学起哄 你跟他说 你狗子狗孙来了 就起哄 就带同学起哄说 猴子猴孙来了 他老师听到这么想起 他老师听得非常生气 来的就想五百 来了就呼他一巴掌 说 你是怎么对老师很专重 你怎么对老师那么不敬重 老师普通是怎么教的 老师怎么教你的 老师我就是 我这些就是你教的 这就是你教我的 老师会道 老师就越来越火大 我教你教的 我哪有这样教你 教对老师没礼貌 怎么会对老师不礼貌呢 老师你不是说 我们组生都是狗吗 我们人类祖先都是猴子来的 所以 我们都是猴子猴孙 不是老师 我们都是猴子猴孙 不是吗 老师就牙口咽 到底我们人的生命 从哪里来的 我们人类生命从哪里来的 我说这个问题很简单 这个问题很简单 找一个小朋友来问 很简单 交一个小朋友来问 就可以理解 我跟爸爸来的 我爸爸有哪里来的 我从我父亲来 父亲从我爷爷来的 我们一直往前推 我们推到生命的本源 如果说对我呢 我们说追缘呢 没有任何信用 比圣经 没有比这本圣经追得更远更彻底 圣经告诉我们 圣经告诉我们 我们人的生命从哪里来的 圣经 从这个土人鼻孔吹了一口气 这个土人就吃了有灵的活人 圣经告诉我们 圣经告诉我们 人从哪里来 来看路加福音三章二十三节 看路加福音三章三十二节 路加福音三章二十三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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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章二十三节 叶索开始团党年纪亚有三十月 照人看来 他是欲食的儿子 欲食是你的儿子 跳过来看三十八节 跳过来看三十八节 伊朗书是赛徒的儿子 赛徒是阿党的儿子 阿党是神的儿子 这里记载耶稣的家谱 这里记载耶稣的家谱 用刚才那种方案 由耶稣开始说去 照刚才的方法 从耶稣开始推起 耶稣那队我们爸爸来了 耶稣从他父亲来的 耶公是什么人 他爷爷是谁 耶祖是什么人 他主父是谁 他把杀起来杀起来 杀到人类第一代 一直往前推 推到人类的第一代 人类第一代 人类第一代 从哪里来 这里说阿党就是神的儿子 这里说到 亚当是神的儿子 所谓天上的神 就是我们生命的源头 天上的神是我们生命的源头 所谓祭祖的真理 就是强调人不能忘本 就是强调人不能忘本 祭祖的宗教意识 祭祖的宗教仪式 就是先民对祖先来源的崇拜 这是先民对于祖先来源的祭拜 这是对的 这是对的 但是我们要找到那个源头来祭拜 我们要找对源头来祭拜 所以信耶稣 所以信耶稣 不是被祖判宗 不是被祖判宗 信耶稣是认祖归宗 信耶稣是认祖归宗 一般人会无解信耶稣 一般人会误解信耶稣 哎呀做人不能被祖判宗 做人不能被祖判宗 不对啊 信耶稣不是被祖判宗 信耶稣是认祖归宗 信耶稣不是被祖 望祖被祖判宗 是认祖归宗 就是我们生命的源头 天上的神是我们生命的源头 我们来看 马太福音23章第九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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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九节 因为只有一个事令的祖判 就是在天上的祖判 只说啊 我们正人有同样的一位老祖 我们众人有同一个父亲 就是我们天上的祖 就是天上的父 就是我们生命的根源 就是我们生命的根源 所以基督徒 敬拜到真正的祖先 所以基督徒敬拜到真正的祖先 拜到那个生命的源头 祭拜到生命的源头 天悲真神耶稣 就是天父真神耶稣 所以信耶稣不是被祖判终 信耶稣不是被祖判终 判终 信耶稣是认祖归终 是认祖归终 所以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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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就没有祖先的心理重结 我们没有拜祖先 对哦 我们没有拜祖先 信耶稣是人 拜到真正 圣灵的源头 信耶稣的人 拜到生命真正的源头 所以整个起来 基督教的信用 归纳起来 基督教的信仰 就是孝顺父母 思念祖先 思念祖先 敬拜天悲 敬拜天父 我再说一遍 基督教的信仰 就是孝敬父母 思念祖先 思念祖先 敬拜天悲 就是敬拜天父 所以信耶稣 这是真正拜到生命的源头 才是真正拜到生命的源头 就是拜到真正的祖先 但愿我们亲爱的朋友 都可以了解这种道理 都能了解这样的道理 这样我们就 不会说 因为没有拜祖先 心理不安 不会因为没拜祖先 就心理不安 当然跟我们说的时候 当别人跟我们说的时候 我们可以很大声 很轻敬地说 我们可以大声肯定地告诉祂 我拜到真正的祖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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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上的真神耶稣 以上祝我们 跟我们一处的贪图 以上 谢谢大家